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東高中趙宇軒老師 這次要講解的單元是物理光學的光的雙強縫幹測實驗 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會介紹兩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簡易說明陽視雙強縫幹測實驗的一個相關過程 再來說明的是雷射光跟傳統光源的差異性 我們正式進入課程內容 大約在19世紀的時候 楊格也就是湯瑪斯一樣 利用雙峽縫首度發現光具備了幹測條紋 而證實的光具有波動特性 他的實驗基本結構圖可以像畫面上所看到的這張圖一樣 一個傳統光源經過一個雙峽縫 然後在屏幕上會形成明暗相見的條紋 為什麼說這個實驗可以證明光具有波動性呢 主要可以用反向的概念去推估 如果光不具備波動性的話 當光經過這雙峽縫之後 只會在屏幕上形成僅僅兩道的亮紋而已 所以我們既然在屏幕上看到明暗相見的條紋的話 那就代表了光就跟水一樣 可以產生乾色的現象 所以具備了波動特性 那以現代做法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用雷射光當成光源 那原本沒有經過雙峽縫的時候呢 可以在屏幕上只投影出一個亮點 當我們把雙峽縫呢 放到雷射光的路徑上的時候呢 會在屏幕上看到 如畫面上所講的 有亮紋跟暗紋等具分佈的一個乾色條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請各位同學想想看 我們之前在講水波的時候還記得嗎 在水波槽上用點波源在起震之後呢 會在水面上看到像圓弧形的明暗相見的紋路 那如果水波槽上呢 放置兩個點波源呢 當它開始進行同向震動的時候 那所謂同向呢指的就是 這兩個波源是同時上下的震動 那麼就會形成像畫面上這樣的投影的情況 深色區域呢就是水波的波骨 亮白色的區域就是水波的波峰 所以從畫面上我們可以知道 一定會有某些區域剛好是兩個波峰 或者是兩個波骨交替而成的 那按照我們所學的波動概念 可以知道這一定是形成完全建設性乾色 那也會有某個區域 同時存在的是波峰加波骨的疊合 所以在這個區域呢 就會形成的是完全破壞性乾色 那如果我們將這樣的實驗的投影呢 換成比較容易懂的線條圖的話 就像畫面上所看到的 AB兩個是同向的點波源 那最後呢會形成像這樣的波型 綠色實現代表是水波波峰 灰白色的虛線代表是波骨 所以在畫面上應該可以看到 AB兩個中垂線上一定可以找得到完全建設性乾色的區域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幾乎可以連成一個線 那只有這個區域嗎 其實還有其他的 就像畫面上所看到的 在中央位置上還有兩個不同的區域也可以形成完全建設性乾色 那既然可以再形成建設性乾色的話 就代表還有其他區域也可以形成完全建設性乾色 因為只要是波峰加波峰或者是波骨加波骨 都可以形成完全建設性乾色 這樣就結束了嗎 當然不是 因為在畫面上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會有波峰疊到波骨的區域 就是畫面上紅色的點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 從水波的乾色現象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在水波槽上會有完全建設性乾色的區域 也會有完全破壞性乾色的區域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水波的乾色現象 跟光的雙峽化乾色現象來做類比 那我怎麼會這樣講呢 請各位同學記得 當我們將完全建設性乾色的區域 按照某種特定的規則 連成像畫面上所看到淺藍色的線段的時候 那請各位同學想想看 完全建設性乾色的區域 是代表著它的震幅會達到最大 而如果我們將畫面上紅色的點 依照某種規則 連成曲線的時候 那既然它是完全破壞性乾色 是代表它的震幅會最小 所以當我們想像 在水波槽上放上一個屏幕的時候 那請問 完全建設性乾色的這些線段 到達屏幕的時候 既然震幅最大 轉成光的概念之後 那不就代表它會形成亮文的位置 而完全破壞性的 如果跟螢幕放在一起的話 既然它震幅最小 那不就代表它會形成光的暗紋 所以既然水波槽 進行水波的乾色實驗的時候 可以形成完全建設性 完全破壞性 這樣的乾色紋路 那就代表了換成光源之後 那就會變成的是明暗相間的條紋 這就是光具有波動性的基本原因 好 那這時候我們再來想的事情是 當年陽格在做實驗的時候 應該沒有雷射光光源嘛 而是傳統光源 那傳統光源呢 要嘛就是蠟燭 不然就是電燈泡 那雷射光光源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那請問一下 這兩個差異性在哪裡呢 首先 我們應該都知道 傳統光源其實不容易看到光的乾色現象 但是雷射光光呢 只是非常容易看到光的乾色現象 那又為什麼呢 其實這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就是同調性 那什麼是同調性呢 其實指的就是波在傳遞的時候 波形在時間上跟空間的相關特性 那對波來講的話 同調性的好或不好 決定了波在傳播的過程中是否整齊 那這個整齊呢 其實蠻難理解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具體的現象來說明就是 我想各位同學應該都看過 國慶大典上 閱兵的時候 某些儀隊在走的時候 是每個人身高都盡量挑選一樣的 然後步伐在走動的時候 都幾乎都是一致性的擺動 那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整齊多了 所以所謂的同調性好指的就是 波在傳遞的時候呢 彼此跟彼此之間的波峰跟波骨 都對應在同一個位置上 就像畫面上所看到的第二張圖 那麼 因此呢 要符合這樣的特性的話 就代表了 這樣的光就可以把它稱為同調光 所以呢 它具備的基本的性質就是 它是個平行 光也會是銅像 就像水波的銅像一樣 那再來 如果在大碼路上 你會看到 很多人有高矮胖瘦 有年長的 有年輕的 也有小朋友 那請問一下 他們走的方向會一樣嗎 是不是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 在大碼路上你會看到行人呢 他走的方向是各自獨立的 這樣就代表他不整齊嘛 因此 光在傳遞的時候呢 其實不見得是整齊的光源 比方說像紅綠藍 這三種色光 在後面上你看到的事情是 震幅不一樣 連頻率也不一樣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 各位同學應該有發現 這三個坡的坡峰跟坡谷 並沒有整齊的對準在同一個位置上 對不對 即便我們這樣 紅色 只過濾到紅色光源的時候 也不代表 紅色或光源呢 它的坡峰 可以對在同一個位置上 所以 兩個互相類比之後呢 其實 這樣的光呢 就可以把它稱為叫 非同調光 傳統光源跟雷色光源呢 最大差別就在於是 傳統光源呢 其實它是一種非同調光 而雷色光源則是同調光 那 也就是說呢 對傳統光源來講的話 它實際上是一個多重頻率的混合光 所以它不具備同調性 但是呢 雷色光光源呢 它是一個單一頻率 而且也是同向 又是平行光源 所以會把它稱為 同調光 所以我們在做 乾涉實驗的時候呢 或者在做 繞色實驗的時候呢 我們習慣用雷色光源來做 因為它比較方便 快速可以呈現 我們所要的結果 好 在我們了解完 傳統光源跟雷色光源的差異性之後 接下來我們想的事情是 在陽格的年代 應該沒有雷色光源 而只有傳統光源 那陽格是怎麼解決 傳統光源的 非同調 以及多重頻率的問題呢 請給同學想想看 其實做法很簡單 陽格呢 先在光源前方呢 放一個濾光器 因為在那個年代 已經有很簡單的色玻璃 就是我可以在前方 放紅色的玻璃 或是放黃色的玻璃呢 就可以取得 單一色光 所以它放了濾光器之後呢 可以將原本的多重頻率 變成單頻光 然後再來呢 在狹縫B的中間 再放一個狹縫頻A 那頻A上只有一個單狹縫 而這個單狹縫S呢 剛好是位在頻B 雙下縫S1 S2的中垂線上 那為什麼要這樣放置呢 主要是 當光波 經過頻A的S之後呢 會從原本的線光源 轉換變成柱面波 也就是像畫面上 所看到的 這樣一個圖形 那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從S發出來的光線 分別到達S1跟S2呢 它們都會形成同一個波前 也就是說 會導致S1 S2 這兩個區域呢 會產生的是 同向的光 所以 最後的結果呢 它就會導致S1 S2呢 除了是同向 又單頻之外 就回到 我們所講的 類似雷射光源一樣 它具有同調性 所以就可以在 光頻上 產生明暗相間的條紋 所以各位同學想想看 在以前的年代 科學家們其實 用了各種巧思 來對科學現象 進行發現 以及探索 甚至整理出 最後的數學理論 這就是我們想要傳遞的 科學概念 這個單元將來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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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